台湾茶的风光年代 台湾茶发展至今已有两百多年 是台湾民众传统的饮料之一 与台湾的人文风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860年开港通商后 茶成为最重要的出口商品 促成北台湾的经济发展与历史重心北移 日治时期日本人更大力推广红茶的种植 1900年台湾多位茶商远赴巴黎世界博览会 推广台湾茶 让Formosa Tea与Formosa Black Tea更加国际化 外销欧洲与美洲等地 这栋别庄的第一代主人 是在当时台湾的著名茶商陈朝骏 评论 你会有点评论